电影根据主人公的真实事件改编 主人公玉祥从小眼睛就看不见 在黑暗的世界里一直摸索爬行着 妈妈说小时候差点把她给扔了 可是最后还是舍不得 她看不见 妈妈就当她的眼睛 玉祥虽然眼盲 但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 又打开了一扇窗 玉祥在音乐上非常有天赋 对钢琴情有独钟 也许在钢琴的世界里 玉祥才会感到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玉祥小时候还得过钢琴比赛的第一名 这原本给了玉祥极大的鼓励 可是有别的小朋友说 评委老师是因为看玉祥是残疾人 可怜他才让他的冠军 听到这些的玉祥 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从那之后 玉祥再没有参加过钢琴比赛 他只会私下理自己弹琴 虽然技术很好 但从不会去比赛 因为他害怕受到非议 害怕别人不认可自己的成绩 害怕自己没那么优秀 小杰是饮品店的店员 其实他内心里非常想当舞蹈家 但是妈妈从高中就一直反对自己学舞蹈 所以小杰早早地步入了社会 为生计而发愁 一次送餐途中 他碰到了在马路中央不知所措的玉祥 小杰赶紧下车指引了 也正是因为这次偶然的相遇 小杰与玉祥迅速发展成为了好朋友 玉祥会带着小杰去自己的钢琴室参观 也会问小杰喜欢什么 小杰本来对舞蹈冰冷的心 慢慢被玉祥所暖化 小杰开始去参加舞蹈课程 当玉祥问他舞蹈是什么的时候 小杰会亲自摆弄他的身体 当小杰和玉祥坐在钢琴前 玉祥会告诉小杰钢琴曲怎么弹 小杰会带玉祥去好多个地方 玉祥还会带小杰回家吃饭 和小杰相处的时间越长 玉祥想要实现梦想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 而小杰也想要报名舞蹈比赛 两个原本冰冷的人成为了对方的精神支持 成为了对方想要实现梦想的动力 其实梦想这个东西也许是世界上最纯粹的事物 但往往人们会受外界的束缚 这也无可厚非 人是社会动物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束缚 都能够成为阻挡你的借口 实现梦想 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你想做英雄还是狗熊 想实现梦想成为星星 还是想泯然众人蚁 听听心理梦想的声音 那才不会让你迷失自我 任何能够干扰到你的外界因素 都是因为你内心的不坚定 等到七老八时 等到时间流逝时 再来抱怨别人 抱怨社会 抱怨不公 其实都只是你逃避的手段 实现梦想的路就是很辛苦 郁祥眼盲却能入坛的一首好曲子 小杰七五多年却还是重新拾起来 这条路是充满荆棘 可是当看到郁祥最后在舞台上自信的进行钢琴表演 笑颜如花时 看到小杰抛去杂面在评委面前一盏舞姿 并获得进入芭蕾舞团资格时 你会发现受的苦在触碰梦想 时的喜悦和感动面前 根本不算什么 电影最后郁祥在舞台上表演时 突然停电陷入了黑暗 大家的声音都戛然而止 只有郁祥的琴声依旧慷慨激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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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